这一篇科学制测验是要来介绍苹果的一篇文章 我们先从第一个部分来开始做讲解 Nutritional Products Nutritional是有营养的 Products就是产品 后面来了一个连接词 表示插入了一个关系纸句一直到这边 我们是怎么判断的 因为你这个是句子的主词 主词后面你马上插入连接词 表示这里插入了一个句子 动词一定还在后面 所以这个动词在这边 Include这是动词 那主词在这里 动词在这里 这个就是我们句子的一个主要子句 中间插入的句子是由连接词引导的 这个是来说明前面的主词 修饰名词的这个我们就称之为关系纸句 它是来补充说明主词的内容 这就是它的结构分析 它说啊 有营养的一个产品 Late就代替这些产品 这些产品呢 是可以被收集的 从哪里被收集过来 From trees 从树上被收集过来的那些营养的产品 那树上当然就果实啦 果树啦 好 这些有营养的产品呢 包含了什么 Include是动词 包含了food 水果 Nut 坚果 Seed 种子 Vis 树叶 and Bulk Bulk就是树皮 好 下去 我们来看一看 Tree Products Tree是这个树上的那些产品 树上产品 就是讲前面这些都是这个树木产生出来的一些果实 好 这是我们的句子的主词 再来动词在后面 Have been 还有便是现在完成 表示一直以来都是怎样 树木所产生出来的那些果实呢 一直以来都是一个 A important part of diet 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 of diet Diet是我们的饮食 我们日常生活的饮食中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 就是由树木那边生产出来的那些果实 多久啦 因为你用现在完成式 后面接一段时间 已经有多久了 for solvents of years 已经有数千年了 solvents of 只要是讲数千年 有一个off一定要有一个s 这个观念很重要 数百我们就用hundreds off 数百万就要用minions off 一定要有s 这边要小心 有s才会有off哦 好吧 那么后面又来做一个补充的一个片语 这个片语常常就是因为句子的内容需求一直添加进去的 像这个补充的片语有那么长一直到结束 你看看 所以这个句子蛮长的 这边老师有看到一个很棒的一个这个片语是 from to from to 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 所以这边讲说啊 这个我们人类使用这个树木上的那些产品呢 已经有数千年了 作为我们日常生活上的饮食很重要的一部分已经有数千年 from 从哪里到哪里 从最早的human 从最早人类 收集水果 还有nuts 坚果 所以第一个答案 它动词是收集 加兔就不定词 这是动词 这是过去分词 被收集 这个是gazery 现在分词 或者是动名词 都是用ing 那这个答案很简单 为什么啊 因为一开始就看到from 介细词后面只要有出现动词 这个动词一定要改成动名词 这个不用考虑了 一定是这样子的语法 所以这一题答案就是这个gazery 收集 它说这个数千年啊 从最早人类收集水果 还有坚果 一直到 to就一直到 the first cultivation 第一次的 最先的 第一次的 我们种植 栽培 important trees 来栽培重要的那些树木 这些树木就会提供给我们果实的 那这些重要的树木 有哪一些 后面such us就举例了 比如说 mango 芒果 and apple 苹果 这就是我们人类一开始种植这些重要的树木 比如说芒果跟苹果 这是从什么人类用收集的方式 一直到人类自己种植的方式 那么这样子已经有数千年 那么久了 好 下去 我们要转到主角 讲苹果了 the apple the apple 不是讲说这个苹果 而是代表苹果的总称 苹果 one of the world most cultivated food trees 他用one of one of就表示其中之一 那后面一定会接复述的名词 有没有看到 这个food trees 其中之一 他说啊 芒果是全世界最怎样 最被栽种 最被种植的果树之一 苹果只是之一哦 不是不是这个全部 他只是其中一个 这个cultivated 因为果树是被栽种的 是被工作的 被栽培的 所以要用过去分词 当形容词用 这个观念要了解 这个是最被人类所栽种的 水果树木之一 那就是苹果 下去后面应该就要补充说明了 应该这边都是名词 可见的这个一定是补充进来的一个片语 我们是按照句子的结构来判断了 因为句子在这边已经完成了 后面要补充就要补充片语 如果你要补充指句一定会先出现连接词 所以那连接词后面又要有主持动词 你看这边都是名词 所以应该是补充进来片语了 来说明前面的那个果树 那这个果树呢 overover是超过7000 有超过7000种 different kinds 有超过7000种的不同的一个果树 in existence in existence就是现存的 目前存在的 就是很好的一个片语 现存的我们这个所栽种的果树 已经有7000多种不同的种类果树了 那么这个介细词我们要挑答案 哪一个是介细词 all不是介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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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是指所有 all是具有 around around就是四周 或者是大约周遭 是第二次负词 all然 很明显这个答案应该是用less的 less就是具有的意思 好 那么这个就补充说明了 这个人类所栽种的这个果树 已经less有怎样 7000多种 就是超过7000种不同种类的 好 目前有7000多种 这个是第一个部分 有关苹果的一个内容的分析 有关苹果的一个内容的分析 是 有关苹果的一个内容的分析